美中贸易争端不断的加剧 在川普政府宣布计划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之后 中国政府也宣布对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 以此来作为一个反制的措施 那么白宫的经贸顾问库德洛不久前曾经警告中方 不要低估川普总统在解决美中贸易问题上的决心 而中方则回应称 不怕牺牲短期的利益 有时间战斗到底 美中两国在经贸争端中的核心的分歧是什么 那么又是否或因为加征关税而做出让步 我们今天的专家试点就这一话题 邀请到旅美经济学者高地智库研究员秦伟平先生 与我们一同探讨 秦伟平先生是通过skype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 秦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是 首先我们看到北京近期提出了 对将对计划对这个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5%至25%不等的这样一个关税 以此作为对川普政府要对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产品加征的这个25%的关税的这样一个回应 那您认为北京的这样的反制的措施对美国来说能造成多大的杀伤呢 首先我们看到是8月2号开始这个中美贸易战在升级 8月2号美国决定说对第二波20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的商品 正以25%的关税 之前说计划是10% 那这样子一个巨大的跃升让中国觉得是恼羞成怒 马上在第二天8月3号就推出来这个600亿商品从5%到25%不等的这个报复性的这种关税 这个力度说实话跟美国比起来要小很多 金额也600亿跟2000亿比起来也小很多 这个让人家感觉这个只是一个表态 就是说中国不会屈服于美国 然后作为一个报复性的措施 但实际上对美国的影响我认为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影响是不大 怎么说呢短期的影响更是小 但是长期来说影响金额也就这么回事吧 因为中国政府呢 它这个出口结构它可能会有意识的去减少到美国的这个出口 我看到一个数据最近的官方媒体在报道说有望今年大豆进口减少1000万吨 那其实就是在这个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 他们可能有意识的引导这个进口企业 尽量减少到美国产品的进口 可以这么说嘛会有一定影响 但影响其实非常小 对美国的经济产生的影响也非常之小 谢谢 是的 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国方面曾经这个多次的表示 说这个贸易战是只会造成这个美中双输的这么一局面 那么还多次提到这个美国会这个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那么中国方面的这次这样的一个反击的行动 是否有可能会迫使川普政府停止对中国的这个商品加征关税这样一个举措 或者说减轻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规模呢 我没有这么乐观 我觉得不太会 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反制措施出来之后呢 美国白宫的经济顾问库德洛呢 他就接受媒体采访在表态说 中国没有反制自己的错误 反而继续要采取报复措施 但是你们600亿这个规模和我们2000亿比起来 你这个报复的力度实在太小了吧 人家就好像说打一巴掌 然后你用小指头去戳人家一样 说实话那美国肯定觉得 你们中国这一次第二波的所谓的报复行动 这个力度根本不够 根本无法撼动美国的一个切身的利益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美国没有说再继续的去加大 这种报复的力度的话 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那让美国因为你这个600亿的加征关税的行动 来减轻或者暂停这个后续的这个行动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非常之小 不太乐观 谢谢 所以您的观点就是在您看来这个美国政府 好像对这次的中国方面的这个反制措施 好像并不是特别的在意 认为对于美国的这个经济来讲 不会造成很大的这样一个影响是吧 是 好的那么再看这个美中两国的这个经贸争端 现在已经持续了有一段时间了 那么现在不仅是没有看到有任何缓和的这么一个迹象 那么反而是出现这种愈演愈烈的这么一个势头 那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那么双方在这个经贸问题上迟迟谈不拢的这么一个核心的分歧是什么呢 这个很有意思 那个美国像多国开始那个贸易战 不光是中国跟欧盟啊跟加拿大跟墨西哥 我们看到跟欧盟之间的这个贸易战是有戏剧性的变化 之前也互增关税 很快呢上次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到美国来谈判 达成协议暂停贸易战 甚至要朝着一个零关税方向去走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戏剧性的变化 那跟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呢 还是处于比较友好的这个谈判的一个状态 还是计划继续谈判来解决问题 跟中国之间也经过多轮的这种所谓的谈判 但是基本上谈判最后是无果而终 而且是贸易战是一波一波的升级 是出于大家的一个意料之外 我觉得原因会很多 但主要会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可能大家都会比较关注的是 两个国家的领导人 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 这两个人领导人之间的个性都是非常强烈的 都属于比较强硬派的这样一个主要领导人 他们不太容易跟对方去妥协 这种空间会很小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大家可能比较容易忽视的是 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的政治结构还有意识形态是有很大的不同 他们之间的问题表面上来看是经济贸易方面的争端 实际上可能更远是涉及到两国国家的一个综合国力的比拼 甚至在某些领域都认为说是对自己国家安全特别特别重要 所以我们看到说很难通过谈判来解决根本上解决两个国家的这个争端的问题 未来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失控这样子 谢谢 是的那我也看到三个一种分析 就是说美国和欧盟达成了和解 那么欧盟和日本现在也是前不久签署了这个经贸协议 在经贸领域也达成了一个合作的这么一个关系 那么现在将来很可能就是美国会联手欧盟和日本 那么这三家共同来在经贸领域来和这个中国打擂台 但是我看到也有看到这个分析说 说现在说这个美欧日三方联手这么一个形势还为时尚早 现在这样说 但是不管有没有欧盟还是日本的这样一个支持 那么白宫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白宫经贸顾问库德洛 就像他之前说的这个他曾经警告中方不要低估 川普总统在解决美中经贸问题上的这样一个决心 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国的官方媒体是回应说 说中国不怕所谓这个牺牲短期的利益 并且表示说中国有时间要战斗到底 那您认为在川普政府现在这种在通过关税啊 这样一个手段持续加压的这么一个情况下 中国方面现在手里还有哪些举措可以完成这种 所谓的这种战斗到底呢 中国目前来说我们还有另外观察家都认为说 中国因为跟美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差额实在太大了 美国每年出口到中国是1300亿美金 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是5000多亿美金 那这个差距那么大 那这样通过关税这个来加税这个来打贸易战的话 中国肯定基本上是输的概率会非常之大 或者中国输的比美国要多很多 但实际上中国呢因为它它也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 它也是这样的一个一个独裁或者专制国家 它采取的措施可能会超出大家意料之外 它可能在其他的一些措施 比如说刚才问到哪几张牌 我认为它还有好几张牌没有打 那首先最容易想到的可能就是 在通过一些非关税的背离 对于在中国市场的一些美国企业 采取一些不是很公平的这种措施 比如说我们知道最近中国商务部是没有批准 美国高通去收购那个恩资普这个IC企业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 我相信在未来只要在贸易战没有结束的前提下 然后如果再有类似的美国企业 想收购其他的跨国企业 因为涉及到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 都需要中国商务部的批准 或者说是他们市场监管机构的一个批准 那相信中国在这方面都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给美国 这是一个大家看得到的 另外还有一些比较软性的 比如说在中国市场有很多美国的企业 或者在中国直接投资的 或者说是在出口到中国的市场的 然后他可以采取一些 针对美国企业的一些特别的关照 所谓的关照 比如说你的产品质量是不是粗减的力度要更大 然后会在某些其他的一些措施 比如说消防啊 涉及到公共安全啊 他可以一些特别的措施来所谓的关照美国企业 让美国企业呢 它的一个运营成本 还有的市场都会受到影响 这是可能大家能想到的 其实还有另外一点呢 就是为了抵消这个美国加税的这种影响 中国可能会采取 这个人民币可控的贬值的这个策略来应对 来抵消这种关税的影响 我们知道如果说这样加税打起来的话 中国可能出国到美国的生意会大受影响 它的外汇输入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它会允许说人民币在贬值 我们看到最近半年多已经贬值差不多在10%左右 我相信可能在未来半年里 它可能还会有计划的会再贬值10%左右 从现在一美元对6.82的水平 它可以到年底到7.5左右 这样子的话呢 对中国会比较有利 当然也有不利的方面 目前来说它只能采取这样的一个可控的人民币贬值 来应对这样的这种冲突 那其实还有一张牌 这可能是一个杀手锏 一般情况下不太会用 但是两国之间如果打得真是头破血流的时候 可能会用 那就是什么呢 因为每年中国到美国留学的 到美国旅游的这个人数也非常非常多 每年大概会花掉中国多少钱呢 大概整共加起来可能在1000亿美元左右 那如果打得很厉害的话 这个杀手锏使出来 中国政府会有意识的限制中国公民到美国来留学 到美国来旅游这样子 这张牌不知道明年会不会打 我觉得中国政府它可能就是采取一些 大家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手段 想象不到的手段 你认为它是很流氓的手段 也好来应对这场贸易战 但另外它也还有一个所谓的王牌 就是美国人民打贸易战 它会考虑到这个老百姓的这种损失 老百姓的感受 企业的感受 但是中国的话 他们更在乎的是中国政府的颜面 中国人的所谓的颜面 但是呢 所有的这种痛苦 最后带来的后果 都需要14亿老百姓来承担 而中国政府它可以不在乎老百姓 怎么想 它的实际利益是怎么样 让大家跟它共克时间 这个所以所谓的王牌啊 这个最后可能要走到后面才知道 结果是怎么样 谢谢 好的 那我们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的讨论就到此为止了 那么感谢旅美的经济学者 高地智库研究员 秦伟平先生 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讨论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 仅代表嘉宾本人 不代表美国之音 我们期待 我们期待 感谢观看